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章鱼的玩具 今天我们回到啾啾系列 其实我们章鱼的玩具 本来是主要做剑锋跟啾啾的 但是还有星战的载具 因为开始是我的玩具 喜欢我喜欢的风格的东西 但是章鱼比较懒 我就想今天我们把啾啾录了吧 然后章鱼就说 这个系列我们要好好做的 我们今天就不落了,今天我有点累 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就一直没有录 累累累,工作太多 工作掏空了身体 有很多小姑娘刚来的时候 漂漂亮亮的,清清自私的 然后过了一个月后 两个月后,直接变成 美术民工状态 我也是这样的状态,去新公司的时候 漂亮 回到啾啾,这次呢 因为上次我们跟大鬼鬼讲了 花经院嘛,陈太郎的大老婆 然后这次 我们就说她的替身 绿色法黄 绿之法黄 其实它是翻译的问题嘛 这边讲那个 她当时大家看花经院那期的话 发现有些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没说到 很多刷弹幕说那个水箱 说你们音乐怎么没有那个 为什么什么,原因 就是要用在这一期 就是她的这个绿色法黄的这个能力啊 虽然看起来很强 一开始作为反派出现的时候 又能操控 比如她是第一个反派 就是当时第一个和那个 然后就被就是少年卖的就一贯套路嘛 就是被主角收复 然后变成队友 然后这里呢 他一开始是反派出现的时候 他很强 然后后来呢 就作为队友以后就稍微弱了一点 也起到很多专业 他不是强的问题 他是他自己作为一个绿色法黄 他的设定是远距离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 就是距离是很远的 破坏力没有那么强 破坏力和那些什么速度 还是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很多 那些的数值并不高 到时候给他看一下数值 对 他只有距离是A 白晶之心 反正除了距离都是S还是A 对他就是不能远距离 来我们来看看盒子吧 盒子正面就是一个镂空的橱窗 让大家看到这个法黄在里面 可以看到内部有这种 你看消光的一点点细节 到时候我们具体的时候开盒子来看 和内部绿色是亮的 然后旁边是这个一个官图 然后后面呢是四个造型 都是发喷射这个什么 绿宝石水花之类的 还有手型啊 还有一些这个 身像字的这个字体 对对 还有支架 好像面部 我面部只有一个头雕 然后侧面这个头雕 因为他这带的 他的这个法黄就是这个面具嘛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表情了 那我们就赶快来开盒看看吧 好可以看到呢 除了本体以外 就是还给了三个这个身像词 上次我们在那个 我们家不是那个黑衣的那个画景院嘛 对 就是他有单独给一个跟普通玩不一样的 对 特殊的 这次给了三个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 然后支架呢 给的是很普通的就是超想可动的 对 然后还配了四个造型 四个手型 对对对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本体的部分 然后呢 这里说明书非常的贴心 贴心 就是告诉你哪里可动 就是防止你也防止你玩坏了 毕竟这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六寸的六英寸的一个玩偶 就是他不会说就是多耐操 耐操 好像是一个什么病人的 不说不说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头部啊 头部是可以这样 但是他左右呢都会受到这个衣领的这个限制 他动不了 然后呢 所以这里他有一个比较跟其他的那个病人有点不太一样 就有的病人为了就是要可动性嘛 他这里会有双段关节 但你看这里只是一个 球形关节 像球形的轴形关节 他只能90度 然后包括这个你看腿部 就是你并不能做到 像你看就是那种很高的那种情况 然后胯部呢也是 比方说我们上次就是我们家有那个1比12的那个大斯维达嘛 拼装版的 就是他的这个胯部的部分 他是可以下拉一下 就是形成更多的可动性 但是你知道吗 他那个是有衣服遮挡什么东西 对对对 但是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肉体吧 这么说 对对对对 如果做成那样的话就会丑了 没办法 就再拉的话就有点穿茫的感觉 对 就是说其实球形关节 这个小球形关节已经感觉比较穿茫 如果再那样可以拽出来一点的话 哇那个太夸张了 但是本身这个造型还是非常的漂亮的 对 我们来再看一下它的细节 就是来拉近一点 眼部 我操你看就是那种像那个像苍蝇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有种风格 然后表面白色的部分都是磨砂的 那种像甲壳一样的东西 然后肉体的部分呢 是因为就是它这个绿色法黄啊 在描述上它就是内部是像液体 液体对对对对 就不是那个固体的感觉 然后流动性强 比起动画呢 它这个素体的部分有更多金属的感觉 而且就是设定上呢 就是如果说它的就是它生出来的那些液体啊 就是它不经常会 去去去去去那射出来一些肢体吗 那些如果遭到破坏 它本体也会受伤 所以经常不是看感觉花精烟有点脆 对 他不刚刚不已经说了吗 除了距离是A 其他 都有点弱 对 然后经常它不是被打吗 然后弹幕就说什么 哎呀陈太郎你老婆又被打了 对对对 那种感觉 竟然敢打陈太郎老婆 陈太郎教你做人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把它跟这个花精烟组合起来看一下 本身这个可动性呢 就是虽然说是超像可动啊 就是可能说有一些比较乖张 或者是独特的救救力啊 可能是做不出来的 但是一些经典动作应该可以 它都已经告诉大家几个四个经典动作 那我们来模仿一下 嗯 好这样呢就把动作摆出来了 配合上支架再配合上花精烟啊 哇就是那种体身和这个本体一起作战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怎么摆了一个这么臊的动作 这个噴射绿宝石水花 这应该是一种喷射着往后 对对对对 靠那种后坐立 后坐立的感觉的那个造型 当然最后的一幕啊 它利用这个 最后的绿宝石水花 就cycle no 那个 那个日语不会读 就是然后击坏了那个时钟的那个针 然后告诉那个这个老二乔 传达这个信息 the world 的秘密 对对对对 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剧情 嗯 主要是这照就是展示一下那个花精烟两个技能 除了那个绿宝石水花之后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就是那个陷阱 叫什么结界 对对 绿宝石结界 是这样的 然后一瞬间被the world 挖入了就是 不是它是不满了吗 对 而且它是有感知的 它想不管 要有什么操作的话 它都能感知 任何伎俩 对它什么顺序 它能感知到那个结界破坏的顺序 然后就能知道它的秘密 结果一瞬间全部都切断 它直接被打到那个 直接被打到水箱上面去了 然后它说无法想象 他说我 一点时间差都没有 对然后时间差时间 即刚 对 然后然后就 脱了最后的力量 对对对 那段时间那一集看哭了 确实非常感人 当真哭了 然后再说回玩具吧 就是玩具这个呢 本身的很修长 就是所以说呢 说一下优点 优点就是各种动作都可以摆出来 很经典造型 对对对 缺点呢就是它太修长了 导致呢就是 可能说本体的部分 支架反而就是 占了很多的就是画面 然后导致就是可能观感上差一点 哪一个地方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摆姿势以后 如果不是特定的角度 你看啊 就是特定的角度 很多时候就是支架占了画面很多地方 就是让你会觉得那些喧宾夺主持的支架 那个你这面对了就好 对对对 别被面对了 而且就是现在就是很多可动的玩偶 它都会配一些那个特效件嘛 虽然有的特效件塑料一样透明的很明显 我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乐乐他很喜欢特效件 我说最讨厌最套特效件的 我说宁愿没有也不想要那些喷着火 特别是钢铁侠你知道吗 噢那个喷那个 昨天他明明就是因为钢铁侠这东西做出来 就会很仿真的感觉 因为毕竟电影里面就是那种写实感觉 突然来一个这个塑料火 你往这样拔了我就受不了 就个人喜欢 确实有点穿帮的感觉 总之呢就是超越口东这个系列啊 就是价格上相对的比较实惠 我们再配一个放一个相声词 超酷 但是这个相声词啊 是要配合上抽象口东的这个支架才能 但是呢他只配了一个支架 就比较尴尬 对对对 然后呢这些抽象口东又因为太纤细了嘛 就是你不能就是自主的站在地上 他必须配一个这个支架 就有点像飞个马 飞个马也站不住送风了 对对对对 总之呢价格上比较优惠 而且呢也是市面上比较好的 就是相对除了精品以外啊 就是比较便宜又可以还原到剧中各种形态的一个周边了 我觉得非常好 我也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现在突然觉得景品也很棒 你知道吗 那我们可以来讲讲景品 对的我准备就以后就多入点景品 而景品又便宜 又容易收拳 对吧 而且又出了新的 但是有一点问题 就是眼睛场出的这个啾啾的景品 经常是比例乱七八糟 我们家才才买了四个新品 就已经有三种比例了 不你就买新的那个系列吗 新的系列 感觉到这儿来研究一下 新的系列是一样的比例的 是那个动画片出来的 我们再说回这个绿法黄啊 总之这款法黄呢 压格比较实惠 而且很还原制作也很精良 但是呢就是车上可动呢 我还录了那个车上可动的Ruby 就是RWBY的那个就是那个拿镰刀的那个小姑娘 我觉得这个很棒 到时候说一下 总之比较推荐这款这个绿植法黄加这个花金苑的这个组合 下一期呢我们会讲这个啾啾里面的陈太郎的超像可动 就这个主角必须像 但是我们家又入了他的景品 对 但是是大型阻力景品超大 好大好够 我想这东西怎么这有价格有点贵啊 买来应该能配一套吧 结果买了 跟我的那么大 底底不一样 那么高 感觉超值好开心 好 那就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